王轩眼冒绿光,这是天赐良机,逍遥周出现了,郑元天不止被新约猛斩,还被某些人暗中捶了。 他不急了,坐等老郑暴毙。 想杀我,老天都受不了我,一张废纸,打上印记,就以为能斩天了。 根本不是真正的新约。 老郑发狂了,满身血迹,秩序如虹,从毛孔中射出,他在对抗金色图卷,也是在展示决心。 谁再敢对他下阴手,先掂量下杀不死他的后果。 然后,他刚说完,一团血光便快速出现,像是大日降临,那是一个巨人,带动滔天血海,从欲外而来,一脚向着他踩去。 血色巨人与天地齐高,法相雄伟,头颅都顶到苍穹中去了,大脚落下,虚空崩塌,正元天的道场崩溃,大地下沉。 正在对抗金色图卷,并尝试炼妖黄法体的正元天,手中的黄血轰鸣,蹦践起来。 你,正元天怒了,那只大脚将他遮盖在下面,不只是要重创他,还在羞辱他。 那是鸣血教祖。 他对正爵士下手了。 是下脚好不好,太强横了,正先祖的道场彻底崩溃了,可惜了一片浩瀚仙山,暴碎为鸡粉。 远方,变先惊呼,深感太震撼了,意外连连,有人要趁机夺了正元天的性命。 藏头鹿尾,你究竟是谁? 正元天一掌轰出去,将高天都打爆了,抵住那只脚,但是,扑的一声,没挡住金色图卷,被腰斩,接着又被大脚踩着落下,差点被剁爆。 他吃了大亏,怒不可饿,谁在羞辱他? 那不是鸣血教祖吗?正先祖怎么还会那样贺问? 有人不解,在远方小声议论。 你们不知道吗? 进古以来,有些爵士高手不方便露真身时,都是以鸣血教祖的形象出现。 烈仙中有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秘心,顿时愕然,想笑又不敢,老明这是背负了多少口黑锅。 据悉,主要是鸣血教祖有九条真命,当年过于张扬了,着实得罪了不少人。 烈仙在以神识交流,不敢高声谈论。 郑元天,你又也今日? 当年你谋害了一个名为郑元天的爵士奇才,不仅夺了他的血肉之身,还夺了他的名性。 你是谁,一个恋魔胎大法的恶徒而已,甚至,有可能是上古黄道鱼面。 有人大吼,那是,另一个鸣血教祖,这个人穿着血色甲皱,比刚才的老明还像一叫鼻祖。 他气吞天下,手持法轮,轰的一声,将郑元天给砸没了,血液四溅。 郑元天一声惨叫,主要是被他金色图卷给缠住了,没有能够躲避开那个法轮,身体破碎,炸了个稀巴烂。 你又是谁?他惊怒交加,在远处凝聚身体。 关键时刻,又有一人来杀他,这是想终结他的性命,真正送他上路吗? 他害怕了,今时不同往日,他很虚弱,正在遭受新约反噬,很可能会被这些居心叵测的人干掉。 老夫鸣血,那人大吼,手持法轮,再次轰杂下来。 本作也是鸣血。另一边,那个与天气高的巨人再次抬脚踩下来。 腰黄残丹和真血,你拿来吧。 追逐逍遥洲的人中,也有一人突然杀了个回马枪,给郑元一剑。 啊,郑元天惨叫,被三大高手攻击,又被金色图卷绞杀,他四分五裂,直接开始吐盾。 但是,其中一位鸣血教祖,以血海又将他逼了出来,最为重要的是,金色图卷如影随形,在地底,斩他更容易。 郑元天又惊又惧,今天他真有可能会死去。 旧土,安城,折仙茶斋,鸣血教祖像是吃了人参果,数万个汗毛孔全都张开了,感觉从头爽到脚。 哈哈,全是我,嘿嘿。他感觉,心中舒坦到要冒光。 这么多年来,郑元天,妖祖祁义等人没少冒充他,使盔子不知道扣到他头上多少盆了。 最可气的是,上次在精神世界,那几人当着他的面冒充,和他争斗,差点将鸣血教祖气得可血。 今天终于轮到他出气了,尤其是,他以自己的本来面貌去轰杀郑元天,结果对方依旧觉得是别人冒充的。 可想而知,这么多年以来,究竟有多少人在顶着鸣血教祖的法乡行事? 连郑元天刚才被暴揍了,却依旧在认为是别人冒充的。 教祖,味道怎么样? 黄明满脸是笑,亲自在雅间伺候着。 微苦,浓香,有点甜,还行。 对了,你给我喝的是什么? 明满回过神来,放下杯子问道。 黄大仙诧异,道,咖啡啊,我刚才不是问您了吗? 您在那里笑着不断点头。 什么咖啡? 明满教祖刚才走神,心思根本没在现实中,哪里记得自己说过什么。 天使咖啡,虽然名声臭了,但味道还行。 我,打死你。 明满教祖一听那个招牌就有些过敏,实在是上次黄明的仙石咖啡策划方案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,重口味让他都受不了。 教祖息怒,他们其实没用我那套方案。 黄明惨叫。 依附于旧土的半物质半能量化的红大仙界中,郑元天几乎被人杀死,身体破破烂烂,像是个满身都是裂痕的瓷器。 最起码,曾有四个人对他暗中下过死守,都顶着明穴教祖的样子,让他又气又怒。 明穴教祖起初很爽,但是,看到真有人冒充他来干正元天,让他又不爽了,他成专业背锅的了。 尤其是,他向远空望去,那里还有五个明穴教祖在厮杀,争夺逍遥洲呢。 他气得气窍生烟,天上地下,到处都是他,合着他是这片天地的主角,都快上演独角戏了。 这要是被某个老阴贼真的夺走至宝,最后,却由他背负因果,被人惦记,那岂不是冤死? 他赶紧也加入混战,争夺逍遥洲。 然后,列仙就看到,很多个明穴教祖在和自己打,特别热闹。 关键时刻,恒均再次出手,帮助郑元天抵住了金色图卷,不然的话,他真的威仪。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,缺少至宝的抵御,逍遥洲从虚空中模糊下去,而后羞的一声,出现在天边,成功突围远去。 嗖嗖嗖。 多位明穴教祖和恒均都第一时间追击,尤其是恒均,脸色有些不好看,后悔帮郑元天了。 郑元天脸色发苦,他是不知道该庆幸那些人远去,还是该觉得失去恒均的照应后而无助。 他叹气,拖着根基严重受损的伤体,再次置身对抗金色图卷,并想尝试在生死绝境中练出腰黄身。 我是谁,连拥有绝世天资的郑元天都能轻易吞噬,我知真身比你们想象的都要逆天,我怎么会死? 如果不是你们胡乱猜测,我都快忘记我是谁了,此生我注定要在超凡领域开天辟地,重塑神话。 他压抑自己的情绪,低沉的声音在命土中回荡,他要活着,要崛起,要逆天,没有人能阻挡他。 当然,他也在遗憾,满心苦涩,至宝出现他的地盘上空,如果没有出事,他正处在巅峰状态,他已从不识人的魔胎出击,说不定就真的能得到逍遥洲这件至宝。 不得不说,此时散发魔性光辉的郑元天很强,在濒临死境中,他暂时抵住了金色图卷,而且还在练妖黄法体,有成功的可能。 一个时辰后,那些人去而复返,无比遗憾,显然将逍遥洲给追丢了,一位又一位鸣血教祖各自离去。 横军也回来了,第一时间帮老郑抵住金色图卷,道,新约粗陋,最多会纠缠你一天, 便会散去,我帮你挡住。 他很遗憾,手持质宝,占尽优势,但是接连数次了,却始终无法获得第二件质宝。 难道真的是天术,最多只能得到一件,世间没有谁可以承受双质宝归于一身的大因果。 横军叹气,心中不甘。 真要是双质宝落在他的手中,即便是超凡寒冬黑夜来了,他也有底气,有足够的信心去对抗。 多谢道兄庇护。 郑元天露出感激之色,他知道,自己没事了,可以熬过这次大劫了。 同时,他并未放弃炼制妖黄法身,下次可以集妖黄之体去人间完成自己的心愿。 远方,一作剧城中,王轩琢磨,真是他敲击养生炉所致,引来了逍遥洲。 若是这么看的话,几件质宝间有莫测的联系,这就有些惊人了。 一件质宝代表了一个超级神话文明,是他们的心血结晶。 再试试看,不能让老郑闯过气来,即便不彻底熬死他,也要折腾他到半死不活。 王轩决定再试试,然后,他就在繁华的剧城中,在磨肩擦肿的人海间,不动声色地敲起炉盖,验证是否真的还会有质宝出现。 不久后,养生炉的盖子脉动,像是在向外界传递讯息,以超凡者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。 这让王轩心头震动,几件质宝背后的文明极其神秘,其心血结晶并非想象中那么安静。 他快速停止了,怕被人觉察到这里异常。 不久后,一道刺目的剑光斩破天地,劈开了正元天所在地界的虚空,剑光无匹,映照古今。 人是剑,他居然也出现了,依旧是在正先祖的地盘上。 猎先吃惊,眼神火热,但没人敢去争夺。 然而,正主,正元天自身,却是一个机灵,身体都发抖了一下, 他不是兴奋,而是有些恐惧。 他认为,这不是好事,刚才已经已经过意糟了, 现在他这个状态,质宝捞不到,还可能会被害死。 果然,恒均第一时间扔下他不管了,任金色图卷降临,轰在他身上。 老正还在练腰黄法身呢,根本还没准备好,直接惨叫,身体破碎了。 与此同时,明穴教祖们又回来了,去争夺质宝的同时,也有人给他来了几下狠的,打得正元天暴碎。 哦!老正凄惨,看到质宝横空,他真心恐惧了。 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。